积压鱼肉是肿瘤的发物 错 加速癌细胞生长或是五种食物 鹅肉是发物 你不能吃 老刘去年五月份 查出来患有早期胃癌 手术切除之后 还要进行几次化疗 自从生了病 老刘的妻子特别在意她的饮食 牛羊肉 鹅肉 鱼或者是辛辣的 气味重点的食物 都认为是发物 一律不让吃 清淡饮食不到一个月 老刘的体重就降了五斤 这天女儿来看她 家里做了一桌子好菜 但妻子这不让吃 那也说不行 一想到妻子也是为了自己好 老刘心情不好也只能忍着 但是老刘想不通 这些发物为什么不能吃 难道吃了真的会发病 一 民间所谓的发物都有哪些 生病的时候 身边的人总告诉你这不能吃 那不能吃 好像所有食物都需要忌口 最常听到的就是发物二字 通常大家所说的发物可以理解为 能加重病情或者诱发救急复发的食物 从中医角度上主要可分为这几类 冻气血发物 比如胡椒 小米辣 芥末等 不适合有湿疹 过敏性皮炎 紫电等皮肤病的人吃 冻热发物 如花椒 生姜或是羊肉 这些往往味道重 吃多了可能又发胃出血等 冻风发物 公鸡 猪头肉 海鲜等 就属于这一类 吃了可能引起 头晕目眩 手足心热 还可能诱发皮肤病 冻痰失发物 猪肉 糯米等 会注尸生痰 不适合体内湿气重的人吃 二 鹅肉到底是不是发物 浙江有一个地方 人们特别不爱吃鹅肉 那就是杭州 当地不少人认为鹅肉是发物 会加重慢性疾病的病情 对此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 与食品科学学院的教授指出 发物其实是个伪概念 这个词可追溯到明代的普及方 但理论还又更早 发物常与饮食忌口相关 其中流传广泛的就是朱元璋赐给徐达一只争鹅 结果第二天徐达就救急复发离开人世 但是这只是传说 事实上 现代医学中 发物更倾向于过敏源的概念 这也解释了容易引起过敏的海鲜 牛羊肉等富含一体蛋白的食物 会被普遍认为是发物 所以如果你本身对鹅肉过敏 吃了就不舒服 那你患病之后当然也不能吃 但之前吃鹅肉没有什么不是 那就可以继续放心吃 只是需要根据病情控制下量 这种饮食禁忌还是得因人而异 考虑自己的体质 比如乳糖不耐的人就应该少喝牛奶 高血压患者则要少盐少油 尿酸高的人需要少吃海鲜 动物内脏等高票令食物 三 忌口不等于闭口 有些人听说某种食物要忌口 就再也不吃了 特别是老人 肿瘤患者 其实这是不对的 对于发物要辩证来看 忌口只是相对的 没有什么日常食物是坚决不能吃的 只看适不适合 不难发现被称为发卧的鸡蛋 牛羊肉 鱼肉海鲜等等 恰恰都是富含优质蛋白质 低脂肪类食物反而比只有脂肪 漂亮的鸡汤 骨头汤更有营养价值 有利于伤口愈合 如果肿瘤患者过于忌讳发物 容易能量摄入不足 营养不均衡 影响康复 老人 儿童也是如此 盲目忌口 将忌口变成闭口 反而可能造成不好的后果 北京同仁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提醒 大多数的疾病发展与传说中的发物 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不合理的膳食结构 胡乱进步 过度忌口 可能会导致慢性病的发生 不管有没有生病 应该讲究饮食新鲜 合理 多样化和营养均衡 四 癌症患者真正要少吃的是这五种食物 不过 这五种食物可能加速癌细胞生长 不利于癌症患者康复 尽量少吃 一 高盐食物 高盐饮食可能会伤害胃粘膜 长期下去患胃癌的风险更大 世卫组织建议 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高于6克 而且还要警惕生活中的隐形盐 二 高糖食物 长期高糖饮食不仅可能导致肥胖 还可能产生胰岛素抵抗 造成内分泌失调 影响免疫功能等 从而增加患癌风险 三 高脂食物 研究已经证实 高脂饮食 尤其是红肉 加工肉吃太多 是肠癌的危险因素之一 过多的摄入富含丝氨酸和氮氨酸的食物 也可能更亦患癌 四 槟榔 槟榔已经被列为一级致癌物 所含的槟榔碱 能在长期作用下 诱发口腔粘膜下纤维发生病变 而且槟榔中的化学物质在咀嚼之后 会产生可以具有致癌性的压消基物质 五 霉变食物 食物霉变之后 可能产生具有强致癌性的黄蛆酶素 尤其是在粮油 大米 大豆 玉米等食物发霉之后更常见 据相关数据 黄蛆酶素的毒性堪比于披霜的68倍 致癌性是二甲基亚消案的70倍 能极大程度的损害肝脏 增加罹患肝癌的几率 发物尚且没有确切定义 而且缺乏共识 不必咽咽废食 影响患者痊愈的因素 有很多 营养摄入均衡 坚持康复锻炼 保持良好的心情都很关键 预防癌症 牢记二要四不要 肿瘤专家表示 想要远离癌症 首先就得从生活小细节着手 一 不要经常熬夜 远离癌症 熬夜一直不是一个好习惯 因为经常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下熬夜的话 人体自然产生的褪黑色素 就会发生周期性的转变 可能增加癌症的发生率 同时夜间在照明灯的影响下 使得人体褪黑色素不断减少 褪黑色素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有效保护DNA免遭氧化作用的破坏 还能够抵制癌变的细胞 二 不要经常抽烟 我们都知道香烟中的有害物质 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危害作用 所以经常抽烟也是癌症的一大诱因 容易对肺部造成影响 甚至引发肺癌 不仅如此 土处的二手烟也会给周边人带来伤害 增加患癌几率 三 不要经常不吃早餐或者是吃街边小吃 我们都知道不吃早饭是一种不良生活习惯 它不仅损伤胃功能 还有可能引发胆囊癌 原理如下 经过充足的睡眠后 胆囊中留有大量的胆汁 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 胆汁就不会有效排出 久而久之造成结实的情况 最终形成胆囊癌 另外 路边小吃 烧烤熏制食物也含有很多的致癌物 经常吃也会促进癌症的发生 四 不要久坐不动 现在的工作形式跟以前有很大不同 很多人每天至少坐八小时以上 长期久坐也会诱发癌症 因为在电脑前或者是久坐都会抑制免疫遗产因子的活动机能 从而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而且 长期久坐不动 人体本身的免疫因子越发迟缓 不只会让你变胖 也容易引发癌症 所以 建议大家平时多做运动 才能增强身体机能 远离癌症 五 要多吃一些粗粮 粗粮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五股杂粮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总是以细粮为主 但是在细粮中缺少人体所需的纤维素 经常吃对身体并不好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多吃粗粮 最好粗细搭配 这样才能有效预防癌症 六 要懂得细嚼慢咽 快节奏的生活下 很多人吃饭都以快为主 但是细嚼慢咽更加有助于胃部的消化 等到口腔内的食物充分的消化之后进入胃部 这样消化起来更容易还能减少胃癌的发生 癌症时 一种人难做到根治的疾病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每天的日常生活做起 拘衡膳食 多吃果蔬 疏散压力 这样才能免受癌症的困扰 精神因素也是导致癌症发生的原因之一 那就是压力大 长期抑郁 心胸狭窄 过分忧虑 以前 医学界还质疑精神因素怎么会跟癌症有关呢 后来的研究发现 长期不良情绪会使人体产生应激反应 过强的应激反应就会降低人体免疫力 使癌细胞有可乘之机 人不可能什么都一帆风顺 也不可能没有困难 坎坷 从大处看问题 保持获达的心态 就能正确面对这些 自然就少得病 要防止癌症发生 并不是非得花很多金钱和资源 只要过上健康的生活 就能将患癌概率大大降低